华为新品终于上市 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汽车 更关注的是它的手机 而华为新手机里面的三折叠屏 更是引人瞩目 之前更是说谁拆封的话呢 提前拆封了 泄露机密要扣款50万元 所以这个手机其实没那么新奇 那三折叠就三折叠 这个三折叠一样 打开来反正都是一大块 确实这个东西要看手感的 要到店里面去摸一摸的 所以在这个华为手机 今天早上发售 十点钟发售的时候 挤满了这个专卖店里面 都是挤满的人 大家都要来摸一摸 看一看 亲身感受一下 当然在网上线上订购 抢购的人就更多了 据说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订购 摸都没摸 看都没看就有300万人要买 这个华为手机 确实是挺给面子的 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而同时呢 这个苹果也发布了它的新品 特别是它的iPhone16 iPhone16比起iPhone15来讲 好多人说都还不如iPhone15 那当然从性能和从这个零件来讲 是有一些升级 最明显的变化是多了一个拍照用的按键 这个按键其实看着挺不起眼的 但是这说明一种重视 重视这个键 所以拍照功能 这个华为怎么样 这可能也需要大家来评说 反正我自己用的是荣耀 感觉现在的荣耀拍照性能确实是挺强大的 当然这个追求是无止尽的 所以当你花将近一万块钱 买一台三折叠屏的手机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非凡大师呢 那估计好多人都要打一些问号的 而网上炒作的用99999 卖一台刚刚全新抢到的新鲜货 更是无稽之谈 我觉得都是一些假的东西 但是你会愿意花高价买一台 华为的三折叠屏手机吗